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 任务一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好我们看到执政党呢 动员了所有的人力物力去各地宣讲 所谓的四个不同意的公投 今天在立法院的这两天 其实反对党的立法委员也在问 说我们的苏正浩院长做专机 到底有没有缴费 这个有钱怎么算呢 我们来听听看 国防部居然有幕僚 阻止他的长官回答 怎么有这样的事情 今年为止从一月到现在 我问今年度的预算 请问他们缴了多少费用 你们收了多少钱 这个我下去要了解一下 我没有去记 我上次质询到现在 你把我的质询当 今年一到 一月到十二月收了多少钱 是都有按规定收费 至于详细的金额不方便 什么叫不方便 报告 我这里是公开质询 你给我讲不方便 一个月的时间 你们用了这么多的行政专机 在载他们去参加民进党的宣讲场合 你可以看到后面这个国防部的幕僚 突然跑过来说 不用答 这是有政治目的 他可能以为他讲得很小声 没有被听见 可是麦克风已经播出去了 你可以听到江启臣 他可能也没有注意到这一句 因为他是耳语 可是当天的主席 主席其实有制止 有请他道歉 有 有请他道歉 我现在就是过了 这太离谱了 这藐视国会 这太离谱了 这个官员从今天开始 你不用到国防外交委员会了 太离谱了 我不是立法委员 但是我也跑立法院 当场就可以制止他 当场谴责他 而且下次你不用再来了 对 可以赶出去 你在立法院议会也一样 什么叫做不用回答他 他有政治目的 他就算有什么目的 你也要回答他 因为这是国会殿堂 何况江启臣是一个月前就问了 到底是多少 很简单你就告诉我 我跟大家讲 国防部不回答对不对 我来替国防部回答 他就是收国内的 譬如说台北到台南 他的民航的一般旅客多少钱 一千八两千 他就照这样说 这我不能讲 他就讲出来就好了 因为以前就是这样 以前曾经是要整个付邮费 可是他又很难受 而且那其实比较贵 重点是 就是至少要付钱 重点是委汉 我觉得那个态度问题 所以你不可以跑过来 跟大家讲说什么 不用答了 谁给他的胆子 谁给他的胆子 他为什么敢这样 苏贞昌 我其实因为我现在没有在第一线 我不知道这位是谁 但我相信应该很快知道 他应该是国防 而且他会告诉他不用答 表示他应该 也不只是幕僚 他应该甚至 他的职位应该跟他差不多 甚至比他更高 告诉他说 你不用说 没有这样的 国防部你是中华民国的国防部 你面对的是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 你不用管他是国民党民进党 今天立法委员问你问题 而且给你时间去找资料 你来就是要报告 书面要先给 现场要口头回答 那他说不用答 这个政治目的 这个人 你真的是丢了国防部的脸 搞什么东西 你知道那个嚣张 这个已经是耀然直上 这个太离谱 太离谱 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看到 从总统一直到 我们行政院长 所有的这个高阶的官员 都在宣传四个不同意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 高雄市市长 在公投宣讲的时候 他已经不演了 他直接讲什么 他直接讲什么 他说四个不同意 就是不同意 中国并吞台湾 你可以这样妖魔化 投同意票的人吗 这个才是叫做 在自己的同胞找敌人 我们来看看这个大串烧 过去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是国民党执政的时代 我们走不出去 我们被锁在中国 这个公道反来自公图 台湾未来 要在国家上跟人竞争 会输日本 会输韩国 美国这么重要 中国国民党 像摸中国的大腿 会害死台湾 什么叫四个不同意 就是不同意 中国并吞台湾 什么叫做四个不同意 四个不同意 就是不同意 中国并吞台湾 题目什么时候改的 怎么都没有通知一下 四个不同意的题目 已经改成这样了 那要早点通知我们 我们才能够在CG上面 画新的 怎么会这样子 我觉得已经无法忍受了 观众朋友 这一套 民进党已经做了多久了 十年了 还在用这一套 而且用得很开心 乐此不疲 过去ECFA的时候 你看他是怎么说 应该是当时行政院院长 他说 不是 那个是选总统的时候 选总统的时候 他说 雅宝穿没工 雅宝穿没工 子女要去黑洋工 就有算口溜的 其实就是贩卖亡国感 还有妖魔化 如果你敢投 国民党好了 你这个就是出卖台湾 再扯台湾后腿 怎么搞的 用了十几年还在用 蔡英文总统一样 在台南这个公投宣讲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这应该算是最大厂的 因为现场据说有两万人 可是非常一致的 你看到台下 有很多比较年长的朋友们 他们戴着一样的帽子 拿着一样的扇子 一样的旗帜 甚至领一样的便当 可是因为人数太多了 怕塞车 所以蔡总统还在台上讲话的时候 底下已经一车一车一车的游览车 已经把人给接走了 你可以看到台下有很多的空位 有点小尴尬 不过我们问了台南 我们也问了民进党这边 他说这正常行 正常 选举场都这样 正常 因为有些人要早点走 怕到时候整个周边的交通 都堵塞了 我给大家看自由时报的大内宣 蕭美琴视讯同框拜登 真是太感人了 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拜登的画面 蕭美琴在这里 这样叫同框 我也同框前子 我们天天同框 谢谢 蕭美琴跟拜登那边 这也是说放我们玉山 你看前子 有没有看到其他的领袖 都是总统总理亲自出席 我们不能 我们要蕭美琴代表 你有没有看到其他的地方 都是放国旗 我们只能放玉山 跟这个民主峰会的logo 这样叫这个同框 实在 来 观众朋友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公益媒体国际基金 从来没听过的 100万美金 全球反贪集团40万美金 我们参加的代价是140万美金 你以为去参加不用钱 美国帮我们当提款机 你参加这免金 这爱金 你已经开完了 非常的无聊 蔡总统说重回 如果共同 如果过的话 重回所在中国的困境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也是 所在中国的困境 这有什么那个 这很奇怪 所以我的结论非常简单 观众朋友 民进党如同刚刚前子讲的 我们蔡总统执政五年多 他穷到 他只剩下芒果干 这个礼拜六要投票的 他还是只能发芒果干给你 你吃完有效吗 你吃完有效 你就回去回不同意 你吃完没效 你就回去回去回去 就是这样而已 前子你说这个发便当发流染车 韦翰在现场太好了 在总统大选前 黄韦翰踢爆说 在总统的场子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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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讲到一半 对 黄韦翰还被围剿 韦翰被围剿 我也不以后 他经常被围剿 台南 就是台南 也是台南 也是台南 总统大选的时候 我再一句讲 我请问观众朋友 韦翰的爆料是真的 刚前子讲的也是真的 请问大家 2020总统大选谁赢了 蔡英文赢了 不是这样子吗 我发便当 我到游览车 然后蔡总统讲到一半 我们就先走了 我露藤银 台南又没捷运 我们坐这游览車 你吃了哪 结果还是蔡总统赢了 这个结果 会不会在礼拜六重演 很快就知道了 其实这样讲起来 真的是蛮悲哀的 有一套这个招数 我已经用了十几年了 还在继续用 而且恐怖的是有效 有效 会赢 就是看不起你 是这样子吗 刚刚前子说 是谁给这个赤长的胆子 而且他是常务赤长 还不是政务 他是国防部的常务赤长 对 然后所以胆子这么大 我真的是很佩服 如果说在立法院 或在台北失业 遇到这种官员 可以叫他出去 可以赶他出去 因为他不尊重这个殿堂 根本就把他赶出去 不要在这里 坦白说 谁给他的胆子 书贞昌 上梁不振下梁歪 他还记得 书贞昌在打巡立委的时候 也是这样 把旁边的麦克风押住 不用回答他 把他去说 要不然就是骂人家 不认识 有沒有 都是这样 要不然你吵死人了 院长这样子 还能赶赶赶赶赶赶 那你说下面的人 是不是有样学样呢 这场公投到底花了多少钱 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刚刚廣告时间时代讲 上个礼拜被揭露了一场 就是民进党在南谷的一场 公投的说明会 辣妹有没有 在那边跳舞辣妹 后来才知道 原来就是11月26号 林黛化立委办的 这一场活动 我在11月的时候 就接到检举了 中游公关客帮忙动员 简讯里面还写到说 有准备便当 你来牵个道 领完便当 要走可以先走 是怎样 是怎样 便当钱谁出的 灯光音响钱谁出的 辣妹的钱谁出的 是中游还是林黛化呢 都把这种个人跟党库 国库全部混在一起了 我以前常常说 花大钱选举的人 选后必定想赚大钱 那请问一下 民进党这一次 花大钱来推公投 他是为了什么 他是为了什么 所以我看不出来 我真的看不出来 公投本来是人民 反对政府的一些政策 所提出来的 结果现在政府 又用国家的资源 在洗脑人民 那以后不要公投了 你根本不需要公投 直接废掉算了 你直接废掉算了 还是这样子成效的 对 真的是 这个已经到了一个 令人看不下去的地步了 观众朋友 刚才会员有提到 这个所谓的民主峰会 我们的政务委员唐奉去参加了 不过中间有发生一个插曲 这是在小组会议的时候 唐奉本来用这个背板 这个图他在解释 我们台湾的民主发展的过程 因为这个地图大家看到吗 台湾是绿色的 然后中国大陆是红色的 旁边有些橘色的 黄色的 本来这个图也不是唐奉自己做的 这是南非一个NGO组织 他们是干嘛 就说公民参与的开放程度 因为台湾的公民开放程度比较高 所以他给绿色的 中国的公民开放程度 比较低就是红色的 他只是借这张图 我不晓得他是刻意的 不知道他是调刚 故意调刚 还是不小心 就用这个图 因为跟中国大陆的颜色不一样 据说这是路透社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 美国白宫很害怕 立刻把这张图给卡掉 唐奉也被卡掉 只剩下声音 几分钟之后 他的第二段发言 唐奉只剩下这个 他是从台湾来的 所谓的素卫大臣 所以是不是蔡总统的抗中青梅 已经踢到铁板了 虽然白宫有来解释说是 技术上的问题 请问问 剛剛惠文哥有跟大家讲 蕭美琴他也有同框玉框 同框玉山對不對 还好他没有拿出这张图卡 要不然的话蕭美琴也变成一个 小就这样子 好不好 Ambudsman小 没有了 我们现在看这张图 是第一次发言 这是第二次发言 第一次发言的时候还有人 我现在发言 你看到黄玉湾在这里 等一下导播就卡掉以后 变成是黄玉湾 或者是新闻大白话 那我继续讲话 讲得好高兴 就像这样子 他就只剩下一个图卡了 这种东西不会是意外 各位网友 各位观众朋友 就是被卡掉了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dry run 他不知道你还要出示什么图卡 夭壽 如果再出示一个 我们受不了图卡 所以第二段发言直接卡掉了 随便你要放什么 你要放小叮当 还是Michael Johnson 我们都看不到你了 因为我们只给你一个图卡 弄你的声音 路透社他掌握了情字 我不是路透社的记者 他接触白宫官员讲说 他放了图卡没有先讲 所以我们觉得没有注重我们 所以把它卡掉 可是你把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务委员 卡掉你也不注重台湾 所以据说路透社讲说 台湾方面也不高兴 但是路透社的了解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 外交部有没有抗议 没有 他说是美国无心之过 面对美国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矮一姐 这就是不用多谈 但是我比较在乎的是 观众朋友 你看这四大 包含了陈其麦所讲的 四个不同意就是 不同意中国并吞台湾 虽然亮哥评估是四个都会失败 我真的很希望有过 两个或三个 然后譬如说萊豬公投 过了以后 看看中国大陆会怎样 这跟中国大陆有什么关系 我们核四要不要 该跟中国大陆有什么关系 这根本就是欧北人倒 就是用中国牌 要恐过台湾人而已 唐凤被咬我觉得很意外 美国这么怕中国 他不是都不怕的吗 那个坚若磐石就是这样子 你看唐凤玉露的影片 讲了一大堆 那他讲英文 然后把它翻译成中文 他写和平占领国会 2014年和平占领国会 然后叫blblbl 我想请问观众朋友 因为前几年的节目 全世界的华人都看到 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 可以和平占领国会 莫名其妙 没有什么和平 那个叫做大长花 大长花是错的 请大家不要再以而传而的 好 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